有怪兽宇宙已经经历了十载 但这个宇宙就如巨兽要休眠升级一样 只产出了五部电影 从2014年最早期的末世严肃分为哥斯拉 到如今第五部调皮 第一龄爽就完事的哥斯拉大战金刚2 这部电影如何 十年光阴怪兽宇宙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之后又会何去何从 今天这期视频试着探讨 哥斯拉大战金刚2由前作的导演 亚当温加德继续指导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 影片延续了前作五光十色的幻彩 高亮度高饱和的HDR风格 甚至在这部GVK2变得更浓墨中彩 地心世界有了更多乌彩斑斓的晶体石 地表戏份也几乎全部放在烈日当空的大晴天 空气指数能见度极佳 这样做可以让打斗场面变得更清晰 没有所谓的遮遮掩掩和侧面刻画 要的就是正面阴刚 但这也让怪兽几乎没有了神秘感 GVK2预算成本为1.35亿美刀 相较于前作1.55亿到2亿美刀 反而还节省了 但其实特效动作戏份占比 并没有因此而缩水 瞎猜是因为这次影片再次削减了人类的戏份 从而让演员的片酬进一步降低 毕竟前作有小11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 小力群这样的明星 而GVK21.35亿美刀的预算 放在目前怪兽宇宙五部电影中 你猜怎么着 也是预算最低的一部 从而更加证明 让哥斯拉和金刚拿片酬 比人类拿片酬成本要低不少 而且绝大部分观众看 怪兽宇宙的电影目的很单纯 就是想要他们无脑的干架 不得不说 经过十年的发展 虽然只经历了五部电影 怪兽宇宙已经摸清了观众 想要在大一幕看到泰坦巨兽做什么 如果你还没摸清 你还想去HBO补课怪兽宇宙前面四部电影 还有一部枉费的金刚动画 还有苹果流媒体的帝王计划 这么多平台 这么多影片 如何一次性看个够 都2024年了 还在为打开这些平台发愁吗 和怪兽能穿透地表那么强悍的 老朋友Surfshow 也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 帮大家突破区域屏障 让你轻松订阅 就可以看歌众和量载课CB了 其实你想看在地球上的任何流媒体平台 使用Surfshow都能无限制订阅到 而且Surfshow是为数不多的 各种系统都能通用的产品 不管你用的是手机平板还是电脑 是智能电视还是PS5 或Xbox 是安卓还是iOS Surfshow都能为你全线覆盖 还有更强大的 Surfshow还极大成之作 开发了Surfshow One Surfshow One极大成开发了 Anti-Virus Search Alert Anti-Virus防范针对于安卓和Windows的病毒 说到精准移除有害文件和病毒 Alert则负责保护你的网络账户 Search功能 可以让你在隐蔽的情况下搜索网络不留痕迹 没有历史日志 还能比评广告打咬 想怎么网上冲浪都可以 不用担心 折扣码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在视频下方说明处点链接 你只要在购买Surfshow One时输入Hexcom 你懂了Hexcom就是六边形 就可马上获得额外三个月免费期 别犹豫了 每个月只需要一杯咖啡的价格 就能获得全方位的网络解锁和保护 同时Surfshow还具备了30天全额退款的保证 有了Surfshow One 相信你在上网时更能畅通无阻和自信了 好 要我们回到哥斯拉大战金刚二现场 GVK2影片讲述了前作GVK1香港大战 哥斯拉和金刚联手干掉机械哥斯拉几年后 金刚在地心 哥斯拉在地表 哥总和亮在暂时异地恋 分居的他们给人类带来短暂的平和时期 帝王组织也得到扩建 一个部门主要研究地表和哥斯拉 一个部门主要研究地心和金刚 但突然某日 哥斯拉开始暴走想要练机 各种吸取核能源还去北冰洋打了个粪红巨兽 要进行自我进化 吉亚作为伊维族人也感应到了未知危险的存在 于是博士他们决定组队去地心世界一探究竟 之后剧情围绕着哥总和亮在如何讨伐反派刀疤展开 具体就不细说了 因为不重要 喂的都是打打打 影片其实很简单粗暴直白易懂 这次GVK2的剧情可以说是直接放弃了思考 帝王组织存在的意义还不如一个场外播客主持 还有一个心灵感应女孩来得实在 这应该是帝王组织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吧 难怪剧集帝王计划的帝王组织被三番五次要求解散 影片如此低的观影门槛 作为推动剧情解释工具的人类已经完全退居阿线 甚至连金刚都承载了不少推动剧情的文系 想必大家看这部电影 肯定最关心的还是打斗和特效场面 我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告诉大家 这次怪兽打斗戏份 不管是时长还是影片占比 那绝对是怪兽宇宙物中最多的一部 如果只是冲着大荧幕看泰坦军说 呼哦 这一部绝对会让你得到满足 这次战场不仅仅只有地球表面戏份 还设置了不少地心世界的打斗戏份 我们跟随金刚的心路历程视角 探索了不少地心世界的方方面面 更多神奇的物种 更多如梦似幻的场景 其中当然重头戏就是金刚发现了自己的同类 虽然我们也不懂金刚之间的语言 但通过他们的动作和表情情绪管理 我们也是能体会到金刚之间的信息传达 这样的拟人化巨兽的做法 在前作基础上变本加厉 之后连哥斯拉都变成电磁宠物 好与不好后面会展开了 当金刚被迷你小金刚带入反派刀疤控制的地盘 发现自己同类被奴役者 决定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这和我最早期的预告解析一致 金刚大喊我要打十个 结果刀疤放出了隐藏技能 害出血魔 那是一头可以喷出冰霜的白色青眼巨兽 外星也酷似哥斯拉 地球冰河时期就是他造成的 可见他的威力有多大 与此同时在地表感应到危机的哥斯拉也苏醒 在地表收集能量准备干场大的 哥斯拉游走的路线也很扬眼 我觉得都可以做一条歌颂国际旅游专项路线了 歌颂所到之处都是全球著名的旅游经典 不过他所到之处都灰飞烟灭就对了 电影主创是懂观众的 看着那些历史一记被一个个摧毁 又心疼又爽 影片这次采用双王双双对决 泰坦巨兽的战力和数量都比前作翻了一番 哥斯拉和金刚组合 刀疤和雪国双拼上演了一场场的强强对决 好其实以上的优点 基本和别人聊的都大差不差了 不想再多重复展开 无非就是很爽很娱乐老少皆宜之类的 接下来我深入聊聊GVK2的一些明知是缺点 但偏方无所谓的缺点 这句话怎么理解 因为偏方为了娱乐项和低龄项 让人类对泰坦巨兽所造成的恐惧和破坏 做出了取舍 保留了刺激和过瘾爽度 舍弃了严肃现实和反思的所有角度 哥斯拉大战金刚二用一句话总结 放到了前作观众想要看到的怪兽 户殴 但同时也放弃了怪兽原始的威慑力和巨物感 就拿那个歌总和亮仔在夕阳下 未适去的青春奔跑的名场面来说吧 大家舒服的同时 相信也看出来了 升级后的巴比歌总 平视的镜头取景 哥斯拉的比例缩小了不少 而且手臂变出了更多 速度变得好敏捷 像是个可以站立行走并且指手画脚的歌总 不少人说是不是亮仔长得更壮了 所以衬托的歌总变小了 其实整部电影关于巨兽的镜头调度我是错乱的 有时候会觉得哥斯拉和金刚很大 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大 除了在地形世界缺少人类建筑和人作为参照物区对比外 镜头视角的平视怪兽 以及巨兽动作的灵活性 还有怪兽拟人化的加持等等 都让这些泰坦巨兽变成了更娱乐化 更缺乏威慑力的物种 歌总和亮仔感觉在这部都要被人类驯化了 有点不争气啊 你们可是怪兽之王啊 别鸟人类行不行 如果说金刚通人性可以理解 而作为怪兽之王哥斯拉 这一部则变得更为猛宠化 睡在罗马斗兽上如同一只小狗 破坏人类著名遗迹也只是单纯为了视觉奇观 心疼开罗金字塔和里约热内路一秒钟 当然我相信不少人是喜欢这样子的改变 把巨兽塑造得更贴合人类黑白分明的价值观 从而去拯救世界 或许哪天人类还能研制出巨兽翻译机 给哥斯拉和金刚止入 这样他们就能说话了 另外如果你是哥斯拉迷 可能会有一些些失望 因为歌总不是在休眠到练及的路上 就是在练及到休眠的过程 会缺席不少细分 所以影片片名虽然叫哥斯拉大战金刚R 但其实叫金刚R 带歌总在夕阳下奔跑也不为过 金刚是GVK2的绝对主角 有着单独的成长线 如果是金刚迷的你应该会喜欢啦 另外影片直到差不多三分之二十 哥总和亮仔才真正第一次会合 也打上了一架 不过这一架都不能叫正儿八经的较量 而是亮仔一直内心OS在呐喊 别打了别打了 对标哥斯拉大战金刚这标题 显然哥总和亮仔打得并不尽兴啊 双王对战双王 决战确实在怪兽数量上得到升级 不过最后雪魔和摩斯拉这两角色过于配角 决战结束还是缺乏交代下显得有些省事了 更缺乏交代的还有格斯拉 最后都懒得放说拜拜的画面了 话说哥总在金字塔见到金刚不是打了一架吗 为何决战结束不选择续战也没有交代 更别说还有雪魔这样的大威胁 哥总难道不想挑战下吗 这些都没了下文 哪怕吉亚作为巨兽沟通的语言学家 做个解释性台词也好啊 当然再这么推敲剧情逻辑 就有些欺负这部爆米花爽片了 像如此纯粹过瘾直白为了打戏存在的GVK2 我也没有太纠结 影片连金刚的无限手套都早早准备好了 你还能说什么呢 而且还存放在地心 连治疗的药剂都事先准备好了 我当时就在想 怎么就这么巧金刚洞伤的是右手 要是左手那该怎么办啊 不过也真的不需要细想就对了 都是剧情需要 最后再来分析下怪兽宇宙的未来发展 不权威也没有价值啊 单纯唠唠嗑 毕竟这些电影宇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票房不好嘛就叫停或换赛道 也做不到精准判断 2014年的哥斯拉 不管从哥斯拉的造型还是末世氛围的影调 都和东宝电影版的哥斯拉有着相似的调性 传代给观众的是一种以人类为视角 看待巨兽哥斯拉对人类世界入侵的恐惧和迷茫 也正好对应了哥斯拉是日本对核恐惧的矛盾产物 我个人是挺喜欢2014版的哥斯拉 有着成人像的严肃剧本 谈不上多好但也算工整和有很强的悬疑感 甚至带着一些克斯鲁风格 更重要的是把哥斯拉的神秘巨大 通过镜头语言和人类建筑和体型之间的对比 就让哥斯拉变得更为写实和庞大 但或许因为导演加雷斯艾德华 真的想要表现对哥斯拉首次入侵人类城市 带来的神秘未知恐惧 营造了更多的侧面隐晦的戏份 让哥斯拉遮遮掩掩 而且光线也暗淡无光 夜戏居多 导致哥斯拉1除了漆黑影院能看到更多细节 要是你在家看哥斯拉1 那就是一团黑什么都看不到 就像我现在给你展示的 没错我前面都帮大家提高的亮度不用谢 之后怪兽宇宙在默默做出改变 金刚骷髅岛用了另外一种复古的风格 泛黄的色调有着符合1973年时间背景的年代感 影片加入了嬉皮士时期的摇滚 还有一些讽刺和调感 以及擦边球的一些成人梗 让这部电影有着丛林冒险的探秘寻宝风格 金刚和巨兽互斗的摔跤美学 也是在这部得到确立 并在之后得到延续 在接下来就是哥斯拉2 怪兽宇宙就是在这一部做了一次分水岭 影片无脑的剧情堆积的怪兽 经不起推敲的反派动机 这些组合拳打到一起 让哥斯拉2成为了一部不以人类为视角出发 也没法做到和哥斯拉有着多少共鸣存在的电影 或许片方分析起来更为直观 就是看票房 哥斯拉成本1.6亿美收获5.29亿美票房 金刚成本1.8亿美收获5.68亿美票房 而哥斯拉2则将近2亿美预算成本 只收获了3.87亿美刀的票房 口碑也成为系列最差 有了这三部的票房数据和一些反馈 哥斯拉大战金刚开始综合了前三部的优势 完成了一系列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能说是作为电影的优点 甚至会导致硬伤放大 但这也算是大部分观众想要在大一幕 看泰坦巨兽的原始动力 怪兽很聪明吗 不聪明直接打就行 而且要够亮 光线要好 即使是晚上打 那也得选在五光十色的香港 果然这招是凑效的 GVK1获得了不错的票房 于是再接再厉 亚当温佳勒成为怪兽宇宙 唯一连续指导的导演 2020年 东宝的哥斯拉大萤幕版权 其实已经到期 正当大家觉得 以后怪兽宇宙没了哥斯拉 那怎么还叫怪兽宇宙的时候 传奇影业顺滑的做了授权签约 还派出了哥斯拉大战金刚一合 不过这也留了一个小小隐患在 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怪兽宇宙的偏方 都需要获得哥斯拉大萤幕的授权 否则哥斯拉就会从怪兽宇宙中神隐 或许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 GVK一合二的哥斯拉占比一步比一步少 当然作为影迷或观众 肯定不想让哥斯拉变成蜘蛛侠 在索尼和迪士尼漫威两边左右为难 怪兽宇宙虽然用了十年 但短短五部电影就找到了 适合大部分观众想要看到的 含数量极高的娱乐爽片 这样的制作方式当然是很爽 但长久来看 是否观众愿意长期看到 类似模式化的 哥斯拉大战金刚34567呢 估计现在大家会说 给我来十部 不过大家可以回顾下 漫威或DC宇宙的电影 发展到今天遇到了什么瓶颈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同质化的模式固然会导致视觉疲劳 似乎怪兽宇宙也想到了 2017年环太平洋2的导演 史蒂文·S德奈特就说过 想要把两个电影宇宙做个交叉 反正怪兽嘛都是从地心冒出来的 环太平洋1的导演陀罗 也对这个想法感兴趣 直到目前偏方没有任何表示 也没有拒绝这个想法 我们能看到GVK2 金刚都戴上人类研制的机械手套了 那这算不算是 环太平洋机甲的第一个机械雏形了呢 只有随着地心裂缝加大 怪兽肆意出逃 哥总和金刚无暇顾及太多战场 人类自然催生出机甲猎人 两个电影宇宙顺滑交叉 好就这么拍吧 好了不开玩笑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接下来怪兽宇宙会推出什么电影 但按照这样良好的势头 GVK3基本是可以确定会来的 对于我来说 我同时也希望和期待看到其他一些独立怪兽的电影和起源 比如摩斯拉雪魔等等 同时制作的风格方式上 也可以尝试不同的路子 适配不同的观众层 让怪兽宇宙变得更多元化 好 哥斯拉大战金刚R结合怪兽宇宙十周年 浅显的都聊了聊 如果觉得喜欢还请点赞转发支持 接下来还有好多有趣的视频想和大家分享 关注大聪看电影 那我是大聪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